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和灵犬员配合的默契十足 他是预备一警犬Jaga 不只是警犬队的胜利军 更是全台第一只本土高杀警犬 穿上警犬背心 聪明的Jaga立刻切换工作模式 首要任务就是在好几个箱子中迅速找到爆裂物 一受到火药气味 Jaga立刻坐下向灵犬员打pass 不过他除了超强嗅觉 就连体力也不输其他学长姐 每回站上跑步机至少都是20分钟起跳 说到警犬常见包含德国狼犬拉布拉多 以及边境牧羊犬等智商高 个性稳定且异于训练的种类 而这回台湾高杀犬Jaga被选座预备一警犬 其实也是经过一番挑选 以往都用标准型的 小型的都太敏感了 这一次我们用高杀犬 他是属于中型的 发现他的那个敏感度没有那么高 而且积极度跟他的聪明度很高 原来新北市警犬队特别到新店山区 找到一处专门饲养纯种高杀犬的住户 和对方做过访谈 打听完Jaga的祖宗三代 这才确定他的警犬资格 9个月大的Jaga已完成多数训练 不过还得等待个性稳定后 才能正式上岗 成为全台首支 纯高杀警犬 上次我们的网友先来新北采访报道